这里是夜听,我是刘晓,晚上十点,向你们好。 有一位听友留言说,曾经我以为两个人之间的遥远,莫过于一个人在天涯,一个人在海角。 可是当我经历了之后才明白,原来最遥远的,是我就站在你面前,而你却不懂我,是我们明明就在一起,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。 很多时候对于某个人某件事,最令人可惜的,不是我们得不到,而是我们得到了之后,却不懂得珍惜。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,没有在一起之前,对方是你心目当中的白月光,是你在睡梦当中见到都会笑出声的人。 可是在一起之后,我们开始嫌弃对方,这里不好,那也不好,开始计较谁付出的多,谁付出的少。 一段关系的恶化,不是其中某一个人的原因,毕竟感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,而是需要双方参与的,需要各自扮演好各自的角色。 如果有一天,你觉得对方突然之间变得很远,不要意味地把过错推到对方的身上,也请你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原因。 你不问,我不说,这就是距离。 你计较得失,我害怕付出,这就是距离。 相爱容易相守难呢,不要把最近的距离变成了最远的爱,学会理解彼此,才能留住幸福。 也许有一天,我会离开你,长途跋涉,寻找真的自己。 也许有一天,我会需要你,守着你,用我这一辈子。 我对你,我对你自己,没讲我能力。 忍然我的不安定。 位于生命,有太多可能。 想要知道自己,最终的样子。 也许那一天,你逆了我,想要寻找真正的感情。 也许那一天,你放了手,不再执着爱情的真谛。 不安全,不在意,我们都对自己有爱的权利。 不知道不多,一故事到尽头,没人肯定。 拜拜又拜拜了,对于过去我们学会真心。 拜拜又拜拜了,关于爱情我仍年轻。 爱真的美丽,爱真的幽默,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,慌乱的不确定。 我不确定。 这首歌是由万芳演唱的不确定。 你的感情生活当中,是不是也有很多不确定呢? 今天是周日,在底部留言栏里,告诉我你的心情和故事。 和我来互动吧。 感谢您的收听,我是刘晓。 晚安。 不安全,不在意,我们都对自己有爱的权利。 不知道不多,一故事到尽头,没人肯定。 拜拜又拜拜了,对于过去我们学会真心。 拜拜又拜拜了,关于爱情我仍年轻。 也许有一天,我会谢谢你,陪我看见,残破的自己。 也许有一天,你也谢谢我。 也许有一天,你也谢谢我,陪你担战的死心塌地。 能不能幼稚和不愚应集份。 你也不在意, бог香港北人,你也谢谢你。 零侯和你牧场。 也许有一天地图。 你可是 선생咧的家袋的社会赐. 在这里但你看,兄 bake的生活。 我并战的水平子,我们 hormones带ве去我妈是一天我就地带子 ned。 中文下的人追求你。 如果你温座的 diplomacy。 dit懶望榜江白大学贝대, 请你苳暴添楼荒滚基operation会说明轶 medal str but Å 앞 come正空的状 tow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